大家好,之前的课程呢,我给大家讲解了react中使用css动画的方式 但是实际上,使用这些方式开发出的动画呢,它比较局限 涉及到一些js动画的时候就没法处理了 今天呢,我来给大家讲一个react动画的第三方模块叫做react transition group 借助这个模块呢,我们可以方便的实现更加复杂的动画效果 首先,我们打开github来看一下这个模块 进入到github 我们搜索react-transition-group回车 这里有一个3000个star数目的项目叫做react transition group 我们进入到这个项目 然后大家往下翻 你可以看到有一个main documentation主文档 我们点击进入它的主文档 这里它会告诉你,如果你想使用这个模块 你要先安装这个模块 所以呢,我们使用react-transition-group 来对这个模块先进行安装 在命令行里面,我们运行react-transition-group 好,然后我们重新启动我们的项目 没问题 接着,我们可以看到它这里面有三个内容 第一个内容叫做transition 第二个内容叫做css-transition 第三个内容叫做transition-group 这里面我们着重给大家讲解css-transition-transition-group 点开css-transition-group 点开css-transition,大家来看 首先我们把import css-transition from react-transition-group 这句话复制一下 然后到我们之前的代码里面 打开src目录 我们在我们的app.js里面 去引入这个css-transition css-transition实际上是一个动画组件 大家来看啊 之前我们做动画 我们是怎么做的 其实我们无非就是监听state里面 受的这个变量的值 然后根据这个值 在你的这个hello元素上面 去动态的添加一些css的样式 好 当我们使用了这个css-transition的时候 我们就不需要自己去干这个样式添加和移除的工作了 所以我可以把这块内容全部删掉 然后在hello这个元素外层 我只需要嵌套一个css-transition这个组件就可以了 好 大家来看 以前 div元素上的这些样式或者说class的名字 是我们来控制的 现在当你把它包裹在一个css-transition组件之中呢 我们就不负责这个样式的添加和删除了 css-transition这个组件 会帮我们自动的做一些class名字的增加或者移除的工作 那么我们打开我们之前写的still.css文件 我可以把这里的内容全部清除掉 然后保存一下 好 它呢 到底怎么来用呢 这个时候我们还要到手册上来看一下 往下翻 这个视力代码 大家来看 这里呢 当你使用css-transition的时候 首先要设置一个名字叫做in的属性 我们打开我们的代码 在这里做一些设置 我们一边设置一边来讲解 in等于什么 等于this.state.show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说css-transition会自动的往这个div上去加一些样式 那么他就得知道什么时候该增加这个样式 一般来说什么时候增加样式呢 无非就是受的值发生改变的时候 你要增加这个样式 比如说他从true变成false的时候 也就是从显示变成隐藏的时候 我们要给他添加出场动画的一些样式 比如说他从false变成true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管他叫做入场动画 所以我们需要给他增加一些入场动画的样式 那么之所以我们有入场动画 我们能识别出入场动画和出场动画 是因为我们通过这个this.state.show的值的变化 我们能够感知到你现在到底是出场还是入场 所以呢 css-transition如果想自动的向div上增加这个class的名字 他也要感知到你当前的这个div 到底是处于一个入场状态还是一个出场状态 那么你就需要把这个show的值传给这个css-transition 这样的话他才能感知到当前你动画的一个状态 或者说你接下来要做什么样的一个切换 保存一下 接着我们回到这个页面下再来看 第二个参数我们需要传一个timeout 好我们在这里写一个timeout 它的意思是什么呀 它的意思是你这个动画要执行多久 那比如说我的动画都要执行一秒 那么你就给timeout写成一秒就行了 接着我们该写什么了呢 我们说有这两个参数实际上这个组件就知道了 你要做一些动画的切换 同时动画的时间是多久 它已经都知道了 它呢其实会干一个事情 而且这个事情是自动的会去做的一件事情 我们看它会干什么 它会自动的往你的这个div标签上 也就是hello这个标签上 去挂载一些css的样式 大家打开官方的手册 你可以看到它会挂载很多的样式 我们呢先拿前三个样式来说 我们复制这三个样式的名字 然后呢到这个style里面 我们去写一下这三个样式 分别是fade enter fade enter active 和fade enter done 它分别代表什么呢 我们先不看这个fade 我们先看后面这个enter 好fade enter是什么意思 当你的动画执行入场动画的时候 也就是受的值从force变成true的时候 这个时候入场动画将会执行 在入场动画执行的第一个时刻 大家听好了 入场动画执行的第一个时刻的时候 css transition这个组架 会往div标签上挂载一个样式 这个样式的名字就叫做什么呢 就叫做fade enter 在这里我可以这么去写opacity 0也就是入场动画 你刚要执行的这一个瞬间 但是你还没有入场的时候 我让它的opacity变成0 接着再来看 fade enter active 它指的是入场动画执行的第二个时刻 到入场动画执行完成之前的一个时刻 这个时候你的这个div标签上 一直都会有一个class名字 叫做fade enter active 再重复一遍 当你进入入场动画的时候 入场动画执行的第二个时刻 或者说第二个瞬间 fade enter active会存在 它会一直存在到什么时刻呢 只要你的入场动画没有执行完成 它就一直存在 当执行完成之后了呢 它呢就不再存在了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这么去写 从第二个瞬间的时候呢 我让它的opacity变成1 而且给它加一个transition opacity 1秒 is in 好 再往下看 enter done这个class 什么时候存在呢 当整个入场动画执行完成之后 fade enter done会被增加到这个div标签上 所以大家想入场动画执行完成之后呢 你的opacity就应该让它等于多少了 等于1了 这么写就可以了 保存 大家可以看到 这前面这个fade是什么意思啊 我们说啊 这个fade实际上是一个class的前准 我们呢 需要设置这个前准 怎么设置 你需要在csstransition这个标签上 写一个classnames 大家看 这个name后面有一个s 你要注意 你可以让它等于什么呢 等于fade 这样的话 你要和后面的这个fade对应上 当然呢 你也可以起别名 比如说起这个test 那么这块 就要都要写成test这种写法 好 我们先用fade给大家举例啊 那就都恢复成fade 保存好了 我们到页面上来看 刷新 togo 好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已经有这么一个动画了 为什么一闪而过呢 它没有这个完整的显示出我们的功能呢 是因为我们这个功能啊 只实现了一半 我们还要把出场动画也给做了 这个时候 我们回到代码里面 一样的操作 除了在入场动画执行的时候 这个csstransition这个组件 会往它内部的这个div元素上 增加这三个class之外呢 再打开官方网站 我们能看到 它还提供了三个class 我们复制一下 fade exit fade exit active 和fade exit done 说到这儿呢 大家应该知道了 它是什么意思啊 fade exit指的是 出场动画执行的第一个时刻 csstransition会往内部的这个div标签上 增加一个class叫做fade exit 那出场动画执行的第一个时刻 我可以让它的opacity是1 因为这个时候呢 你出场动画刚开始执行 它其实还应该是显示的 好 整个动画执行的过程之中呢 也就是出场动画执行的过程之中呢 fade exit active 会一直的存在在这个内部的div上面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类似的去写它 它呢 opacity应该是0 因为它是出场动画 然后transition 我们写成一样的东西 好 最后咱们再写这个fade exit done 当整个出场动画执行完成之后 你应该让它的opacity变成多少呀 是不是变成0啊 好 保存一下 我们再回到我们的页面上 这个时候看一下 刷新啊 toggle 隐藏 没问题 好 显示 也没问题 OK 这样的话 我们就使用csstransitiongroup 实现了我们之前实现的一模一样的效果 那大家可能会觉得 哎 这个东西实现起来好像复杂了 并没有变得简单啊 虽然稍微复杂了一点 但是它带给了我们很多新的特性 打开官网 我们来看啊 我们往下翻 这个demo的代码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 csstransition里面 接受一个unmount on exit这样的属性 我们可以复制一下 粘贴到我们的代码里面 写在这个csstransition这个属性上面 保存 然后我们看我们的页面 我们隐藏hello 大家可以看到 hello隐藏之后 它对应的这个dome也被移除了 当我点toggle的时候 哎 它又显示出来了 再点隐藏 动画实行完成之后 dome被移除 这个功能 在以前我们做代码实现的时候呢 是没法做到的 但是借助reacttransitiongroup这个库 实现起来 这个功能就非常的简单 好 我们再来看官方的文档 我们往下翻 这里呢 它提供给了我们很多的勾字函数 也就是说什么呢 当我们使用csstransitiongroup的时候 我们不仅可以通过css实现动画 我们还可以通过gs额外的干一点事情 比如说我们就可以用一些这样的勾字函数 实现我们特定的一些动画 那假设我想做这样一个功能 当这个hello显示出来之后呢 我希望它的颜色变成红色 那换以前做起来不是特别的容易 那现在呢 我们做起来 其实非常的简单 你可以这么去写 当你入场动画 执行结束之后呢 你可以让 color变成ride 所以保存一下 我们呢 回到页面 刷新 点击 隐藏 没问题 显示的时候 大家看 显示出来 它的颜色可以变成红色 你可以用css实现这个功能 没有任何的问题 但是 我们也可以通过gs的方式 来去做这块的动画 怎么做呢 我们把这个color去掉啊 回到我们的app.js csstransition上面 当它的入场动画 执行结束之后呢 你可以在这定一个 onentered 这样的一个勾子 大家还记得 勾子是什么意思吗 勾子和生命周期函数 指的都是一个东西 它指的是在某一个时刻 会自动执行的一个函数 那这个onentered勾子 是什么时候会被自动执行的呢 当入场动画 结束之后 onenter的这个勾子 就会被执行 所以呢 我可以在这里 写这样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 可以接受一个参数 EL 这个EL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就是内部的 这个DIV元素 当这个入场动画 执行结束之后 我可以在这 这么去写 让EL的 spell里面的color 变成blue 然后我们保存一下 回到页面 刷新 我们先隐藏掉它 再展示 大家可以看到 通过js 你也可以完全实现 一样的动画效果 这种语法 在之前我们做样式动画的时候 你也是没法实现的 就借助react transition group 你才可以实现这样的 样式操作的功能 好 我们来看一个小问题 打开我们的页面 大家刷新页面啊 你可以看到 当你的hello 第一次被展示在页面上的时候 它并没有动画效果 我希望你第一次hello 展示的时候 也有动画效果 那该怎么办呢 大家来看 其实实现起来 也非常的简单 我们呢 打开我们的代码 首先 你需要在 这个sustransition的 属性上面 加一个appear appear等于true 意思是 我这个hello 第一次展示在页面上的时候 我也要 这个动画效果 那你写了 appear等于true的时候呢 这个sustransition 组件 就会帮你干一件事情 在第一次显示hello的时候 它呢 在入场动画的第一帧 会帮你增加一个class 但是这个时候 它增加的class 并不叫fadeenter 而叫fade-active 所以你要在这写一个 fade-active 同时 在入场动画执行的第二帧 以及入场动画 整个执行的过程中呢 它还会在这个 DIV标签上 增加一个class 叫fadeappear peer-active 好 这块到哪去查呢 其实人家官网的文档 写的也很详细 就在这里 fade-appear-active 人家已经都写在这里了 所以呢 我们只要会用就可以了 好 写好之后呢 我们保存 再到我们的页面上 刷信一下 大家就能看到 第一次进入页面的时候 好像并没有出来这个效果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样式写错了 费的杠 不叫active了 应该叫费的杠 呃 peer 啊 费的peer-active 下面写错了 保存 再来看 刷 第一次进入的时候 也会有这样的一个 见一见现的效果了 那么讲到这儿呢 react transition group里面 一些核心的内容 就都给大家讲解完毕了 大家呢 回头可以自己再试一下 on enter on entering 这些勾子 on enter 什么时候执行呢 大家想一下 也就会明白 当这个入场动画执行的第一帧的时候 on enter 对应的勾子会被触发 on entering 指的是 当入场动画执行的第二帧的时候 或者说第二瞬间的时候 on entering会被触发 on exit 指的是出场动画的第一个时刻 它会被触发 on exiting 指的是第二个时刻 也就是出场动画的第二个时刻 它会被触发 当整个出场动画执行结束之后呢 on exit 会被触发 OK 那有了这个css transition group之后呢 我们基本上在实现一些 比较复杂的动画效果的时候 在react都能找到比较合适的 这个方案了 讲解到这里 我们就给大家讲解完毕了 react transition group之中 css transition这个组件的使用方法 那么回头我们回到上一页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还有一个transition transition相对于css transition 它是更底层的一个组件 所以呢 当你在使用css transition 实现一些动画 你发现实现不了的时候 这个时候 你可以过来查一下 transition这个组件的API 它呢 一般就可以解决你的需求上的问题了 好 这节课就到这里 大家加油 谢谢大家加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